禁止废话 哪些事情在外面能做 在家做就会违法呢 一 在家里开店 二 在自家阳台挂横幅 三 在自家门口装摄像头 尤其是小区住房 这可能会拍到邻居 火箭升空后 有一些碎片会从舰体的两侧 飘然脱落 这些碎片是什么 是一种保温衣 所采用的材料一般为泡沫材料 作用就是为了保护仪器舱 和整流罩内待发设备的 为什么说看见故宫里面晒的红枣 千万不能往嘴里送 因为古代的红枣 是皇宫贵族们用来上厕所用的 为什么大部分人 都无法单独控制 自己的小脚趾转动 因为人体的脚掌上 只有大脚趾拥有单独肌肉控制的 其他的三组脚趾的运动 都是被同一组肌肉控制 你知道吗 和谁吵架 都不能和重庆人吵 因为在重庆人的字典里 就没有词穷这俩字 再就是吵架的时候 他们会说半句藏半句 真正的骂人鱼无形 卖鱼人为啥总是用黑色塑料袋装鱼 因为黑色塑料袋更结实 能遮光能遮丑 还能遮住那些不良商家不好的行为 鹅山大佛的鼻子为什么是黑的 因为大佛的鼻子是用木头做的 容易被微生物破坏以及碳化 所以会变黑 为什么胃不会把自己消化掉 因为我们的胃 每三到四天就会有全新的黏膜产生 也就是这些黏膜保护了我们的胃 不会把自己消化掉 为什么拖塔天王礼静 一伸手不离宝塔 原著中记载 只有这个宝塔能制住哪吒 也是为了预防哪吒找自己复仇 你知道和尚能吃的三净肉指的是什么肉吗 指的是自己没有看见 或者听见该动物被杀 或该动物是因为自己想吃而被杀 为什么不能开灯睡觉 因为开灯睡觉 光线会抑制退黑素的分泌 影响人体的免疫功能不利于健康 为什么说康熙之所以能当上皇帝 离不开一个德国人 因为顺治的三个儿子中 只有康熙得过天花 于是这个德国人就给顺治科普 得过的不会再得了 没得的可能会没命 后来为了预防万一 就只好让康熙上位了 同样是鸟类 你知道天鹅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天鹅是所有鸟类动物中 唯一一种有月经期的鸟 你知道蜗牛一觉能睡多久吗 一觉能睡三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姨妈家 组织朝立准价不扣工资 所以叫着叫着就成了立家 一当你看到一尊其次的雕像 四脚腾空是战死沙场的 四脚着地是死于自然原因的 一只前脚抬起 是战斗中负重伤而牺牲的 你以为电影中的下雨声是真的下雨声吗 实际上是尖培根的声音 骨折的声音是折断蔬菜的声音 冲击波的声音则是 你知道我们玩的风车 最初是用来干嘛的吗 用来想要的 世界各国的第一大姓 美国和英国的姓是史密斯 韩国和朝鲜的姓是金 越南是软 新加坡是陈 俄罗斯是斯米尔诺夫 意大利是罗西 法国是马丁 西班牙是加西亚 中国的姓是王 还有个全球第一大姓也出自中国 你知道是什么姓吗